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中国天眼FAST的多科学目标同时寻天优先重大项目完成 相关成果9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快速射电报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射电爆发现象 在一毫秒的时间内能释放出太阳大约一整年才能辐射出的能量 快速射电报自2007年首次被确定存在以来 迅速成为天文学最新研究热点之一 但其物理起源 辐射机制和周围环境等至今尚不明晰 据介绍 论文第一作者国家天文台青年学者牛辰辉 在系统处理FAST数据时发现 2019年5月20日的数据存在重复的高色散脉冲 之后团队通过组织多台国际设备天地协同观测 综合射电干涉阵列 光学 红外望远镜以及空间高能天文台的数据 将FRB2019-0520B定位于一个距离我们30亿光年的平金属的矮星系 确认静远区域拥有目前已知的最大电子密度 并发现了迄今第二个快速射电报持续射电源对应体 与人类发现的地理重复快速射电报FRB2012-1102A相比 FRB2019-0520B各方面的特征都更为极端 例如FRB2012-1102A存在爆发活跃期 但FRB2019-0520B从未停止爆发 目前FAST已探测到了后者几百次爆发 上述发现即使了活跃重复宝周边的复杂环境 有类似超量超新星爆炸的特征 挑战了对快速射电报色散分析的传统观点 为构建快速射电报的演化模型 理解这一剧烈的宇宙神秘现象打下了基础 李蒂说 据起FAST科学家目标同时寻天优先重大项目 迄今已经发现了至少六里新的快速射电报